泰塔斯原来是汉徒的孩子 阿斯特拉从登场至今 竟然一次红灯都没闪过 在银格三这锅大论顿里 到处都是一些难以察觉的细节 本期二位就给大家好好盘一盘 在银河格斗三中 有哪些毫不起眼的冷知识 那么万 古蛙三兄妹 在那么多从昭和鞭尸至今的反派中 古蛙军团可以说是最有排名的那批了 其统治者古蛙三兄妹 则是由过去统治过宇宙的 各模古蛙分裂而成 分别是幻影宇宙大王莫尔德 幻影宇宙女王吉娜 以及幻影宇宙帝王宙达 这其中 宙达是三兄妹中最强的那个 同时也是被鞭尸最多的那个 可能有不少人就会默认 宙达就是三兄妹的大哥 吉娜是小妹 但实际上 在他们三人当中 莫尔德才是老大 宙达反而是老妖 另外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其兄妹三人合体而成的 合身大魔地古蛙 迄今为止 已经登场过三种形态 这其中要素 初登场于安德鲁美洛斯 第44话的第一种形态 最为抽象 因为古蛙在设定上 类似于阿米巴猿虫 因此在第一代形象中 他的身体躯干并没有什么装饰 就像是用乳白色黏土 捏出来的一样 宙达和吉娜的头 在他两侧的肩膀上 莫尔德的头 则在正中间 但是这三个头呢 实际上都是假的 古蛙真正的脸 实在胸口 好家伙 你可得忽悠敌人呢 第二种形态 登场于XTV第14话中 他先是由吉娜和宙达的灵魂 变成了一把剑 然后莫尔德 把这把剑这么一拿 就是古蛙的第二形态了 虽然这个古蛙在设定上 还不是完全底 但你这个合体吧 未免也太潦草了 最后一种形态 则是在银格三中 登场的新造型了 并且这一回 修美三人 确实做到了真正的合体 吉娜和宙达的脸 分别变成了古蛙两侧的肩甲 并且胸甲在莫尔德的基础上 也变成了一张巨脸的造型 整体在意思上 倒是和第一代古蛙相近了 造型也确实比那个抽象黏土 帅了很多 但不 泰塔斯的身世 说到泰塔斯的身世 大家可能直接就会说 泰塔斯不就是从优斯林来的奥特战士吗 那各位有没有想过 同样是优斯林的战士 为什么泰塔斯和老乔他们 在外貌上区别这么大 最为明显的就是 他身上的那些黑色的花纹 这其实是因为泰塔斯 是优斯林叛军的孩子 在过去优斯林闹叛乱时 他爹跟着叛军头子赫拉 一起离开了优斯林 建立了赫拉帝国 而泰塔斯呢 实际上是先在赫拉帝国出生 后面才被他爹偷偷给送回优斯林 也正因为有着反派者的血统 泰塔斯身上才会有着 不同于正常优斯林战士的黑色条纹 不过尽管如此 泰塔斯依旧在后来 赫拉军团入侵中拼死战斗 甚至还和自己的同伴 进攻到了赫拉的后方基地 并在这场惨烈的战斗中 解开了自己的绅士心结 最终他也是成功巨大化 打败的对手 成为了一名合格的优斯林战士 也正是同样作为反派的孩子 在银格三里 杰德对着他爹的碎片发愣时 泰塔斯才会感同身舍的去安慰他 而这同样也是 为什么泰塔斯在TV中 最常用杰德光卓的原因了 那么三 格力乔的屏障 大部分人对格力乔的影响 可能只停留在 格罗布的融合材料上 但实际上 格力乔是新代奥特版中 常态防御力最强的奥特之一了 人不仅曾在人间体形态下 硬生生扛住了 彩龙鲁格赛特的安慰曲 他甚至还在 罗布剧场版中 用格力乔屏障 挡住了老托和黑力的合理光线 玩事他一点屁事没有 不过这点显为人质 倒也很正常 毕竟他本身战斗力 确实也不咋样 而平时他最主要的亮眼表现 也就是哪两口其他的奥特曼 就连他的身满 看起来也不像是 能扛住什么伤害的样子 也难怪在银格三的第四话中 不知情的在阿斯和纳伊斯 还替他用护盾挡下了古阿的攻击 毕竟他们都不是老乡 要换做其他O50来的 说不定直接就躲格力乔后面了 那么四 阿斯特拉从来没闪过红灯 阿斯特拉和雷欧两兄弟 到底谁更强 有人可能要说了 那肯定是经历了 企业吉普真实训练的雷欧更强 但也有人觉得 阿斯特拉要更强 毕竟在TV中 每次雷欧快记的时候 阿斯特拉一来 就把问题给解决了 甚至在银格三中 还靠着敏锐的感知力 找到了王国的位置 救出了尤利安公主 也因此获得了奥特警犬的称号 还有一点显为人知的原因 那就让阿斯特拉至今 一次红灯都没有亮过 就连在TV第39话 他被882给动起来时 闪烁的都是蓝灯 而到了银格三里 阿斯特拉就更离谱了 他直接站在和等离子火花塔 强度差不多的王国火花塔中 来增幅能量发射逃生坐标 好家伙 要知道在这之前的证实中 被老黑只是摸了一下 等离子火花 就直接红灯了 更别说王国这个火花塔 还是个Pro Max版 阿斯特拉直接整个身子钻里头 玩事儿不仅灯石蓝的 浑身上下竟然也毫发无伤 甚至在这之前 他还挨了一记 小金牛的钢力破牛犬 好家伙 是不是阿斯特拉之前 被马格玛先生逮到后 给做过什么改造手术 不然这肉体强度也太离谱了吧 那么5 体坦的深优 在银河格斗三中 有着这样一条名格 我有上将体坦 核展诺亚 体坦作为王国的顶尖战力之一 首次登场于银河三第四化 之所以会有这么一个梗流传出来 还是因为他第一次登场 就被小金人派去送命 让他去诺亚老家 把诺亚给做掉 不过各位可能有所不知 体坦的深优 安元杨贵 在过去还给塞罗格的二中 美菲拉斯新人魔导的斯莱佩国英 作为贝利亚 麾下黑暗五天王之一 斯坦和体坦一样 也是一个用剑的高手 并且还在短时间内和赛少打了个五五开 好家伙 上辈子打了个全身赛少 这辈子又碰瓷神秘次到 体坦这个短暂的登场时间 已经比绝大部分反派都要封光了 除此以外 欧部当中的美菲拉斯新人诺斯特拉 也是由安元杨贵配的音 前两辈子都是绅士宇宙人 怪不得体坦这么有武的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欢迎大家指动补充 进主页 带你了解更多奥特曼